RX6700XT AMD的新款中高端显卡终于来到了PC上 其实跟它类似规格的AMD GPU我们很早以前就已经见过了 就是在次世代的游戏主机上 但是在桌面端、PC端 AMD迟迟不发中高端 这也是让我们很好奇 这个6700XT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6700XT基于AMD新的中端核心Navi22 使用RDNA2架构7nm工艺打造 它的流处理器数量和5700XT是一致的 都是40个CU 但是核心面积增加了不少 晶体管数量更是暴增了70% 这主要是由于无线缓存和光追单元的加入 不过比起高一级的6800 6700XT在显存和缓存上是有所缩减的 显存位宽缩到了192位 无线缓存也减少到了96M 但是6700XT有一个独门绝技 就是超高的频率 去年PS5的2.2G我们当时已经觉得很高了 那你知道6700XT的频率有多高吗? Boost接近2.6G 而且还能再往上超频 照这个架势 迟早有一天显卡的频率得赶上CPU啊 总体上讲6700XT的这颗GPU规格和PS5的GPU是差不多的 但是PS5阉割到了36个CU 而6700XT是完整的40个CU 并且还疯狂地往上拉了频率 所以实际上它的单进度浮点甚至要高于规模更大的Xbox Series X的GPU 除此之外 6700XT由于用上了无线缓存 在内存这一块是高低速两层结合 这也是PS5和Xbox不具备的东西 所以别看它们规格相近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简单聊完规格我们就来看看性能好了 首先还是老规矩跑个3DMark看看 6700XT的Timespy图形分11642分 微微高于3060Ti 基本上是半斤八两吧 这个成绩算是在意料之中了 不过在光追测性测试里 6700XT就比较惨了 光追性能只有3060Ti的一半 我们也都知道 RDNA2价格的光追依然是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这也是为什么两台次世代游戏主机的光追表现都不太理想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个人觉得短期内很少会出现光追独占的游戏 为了照顾主机 传统的光山化渲染 在短期内仍然将是游戏的主流选择 那我们就来玩几个游戏看看吧 首先是著名的A卡主场游戏 刺客信条 英灵电 这个游戏大家都知道 AMD的表现异常的好啊 这次6700XT也不例外 不管是1080P还是2K分辨率 6700XT都胜过了3070 不过1080P的优势好像比2K更加明显一点 我觉得这个和6700XT的内存结构很有关系 毕竟96Mbps无线缓存 配上192位显存的话 越高分辨率瓶颈应该是更严重的 在荒野代表客2当中 6700XT的表现会更加接近它的理论跑分一些 它是介于3060Ti和3070之间 并且同样的 在2K分辨率下表现是要稍微逊于1080P的 这个情况最明显的是在《杀手3》当中 1080P下这张6700XT表现非常出色 将3070斩于马下 但是当分辨率来到2K之后 3070就实现了反超 我觉得显存结构的影响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了 不过最后一个传统游戏 CSGO似乎出现了一些意外 我们的6700XT在测试中表现很差 甚至落后了3060Ti不少 这个情况引起了我的怀疑 经过检查我发现 这个6700XT在CSGO中运行频率非常低 那我就想到了 两年前我测5700的时候好像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结果到现在还没修复 行吧 我试了一下 手动把显卡超回原来的频率 CSGO的表现有了显著的提升 但是还是稍微逊于3060Ti吧 我只能说CSGO这个游戏确实对A卡不太友好啊 我觉得这几个传统游戏已经不足以榨干这些中高端显卡了 所以我也跑了一下赛博朋克2077 令人失望的是 A卡至今都无法在2077里打开光追 这个让我有点不太能理解啊 照理说是DXR的游戏 又没有用NV的专用API去做 应该都能比较容易兼容AE卡的吧 不说性能和bug至少一开得让开吧 现在看来还是得等后面更新了 好在不开光追的表现6700XT好像还算可以 1080P可以标到93帧 比同样设定的3060Ti要稍微强一点 而2K的话也能接近60帧运行 和3060Ti开了光追加DLSS后的表现似乎是差不多的 另一个游戏Control就做得比较完善了 6700XT可以顺利打开光追 不过这个游戏对A卡也称不上友好 哪怕不开光追 6700XT的表现仍然逊于3060Ti 开了光追后 6700XT的性能会有非常大的损失 和N卡的差距就比较大了 更不用说2K分辨率下 N卡还可以通过DLSS进一步提高帧数 像这种支持光追加DLSS的游戏 对于A卡来说确实挺亏的 我也是盼着AMD这边的深度学习增强技术尽快要推出 对于玩家来说 这一类提升性能的技术永远都不嫌多 这样看来 6700XT的传统性能 总体是介于3060Ti和3070之间 但是光追性能就比较惨了 这个表现基本符合我之前的预期 除了游戏之外 我也是跑了一下达芬奇 即便是像这种能够支持A卡的专业软件 6700XT的表现仍然要逊于3060Ti 这我觉得可能和6700XT的192位位宽有关 性能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当然另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生态了 你也看到了 我们没有太多能测的专业软件 因为不少专业软件都要求用CUDA 这个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会更加凸显 因为就算本身不要求CUDA的软件 比如说像达芬奇或者PR这些 它的插件也很可能会要求用CUDA 很多行业已经被老黄给制霸了 专业领域的生态问题对于A卡来说确实很头疼 不过A卡这边也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的功耗 放在两年前 你根本不敢想象 A卡居然在能耗比上可以赢过N卡 这次的6700XT也不例外 标称TDP230W 实际的最高功耗限制默认只有185W 比性能更弱的3060Ti还低了15W 什么叫环保 这个才叫真正的环保吧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节能的A卡会不会很适合笔记本呢? 我们都知道RTNA2的产品很快就要登录笔记本了 从规模上看 很可能用的就是这颗Navi22 听起来好像很适合对功耗 比较敏感的笔记本平台啊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实验 用MPT软件把显卡的功耗锁在特定的几个点上 来模拟笔记本功耗下的Navi22的表现 从这个结果来看 其实我是有点小失望的 这个核心限制功耗之后 性能下降还挺明显的 尤其是在120W以下 如果你能给到120W以上的功耗的话 能耗比还算可以接近移动端的3070吧 但是在120W以下 这个卡的能耗比甚至会不如移动端的3060 当然真的要向移动端的话 核心可能也会做调整 并不一定就这么硬上的 但是确实相比N卡 Navi22这颗核心的低频能耗比 没有它高频的表现那么好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仍然非常期待A卡登录笔记本 因为老黄30系笔记本的高端上限太低了 AME这颗核心 只要功耗给足 完全有机会做出性能接近3080的笔记本 搓一搓老黄这个高端产品线的锐气 对吧? 更重要的是 价格或许能便宜不少 反正期待一下总没错的 不过相比功耗 6700XT的温度表现就没那么好看了 Time Spy烤机轻松飙上80度 一方面这次公版的散热缩了水 双风扇加更少的鳍片 确实对温度有所影响 另一方面 6700XT的温控是比之前更加激进的 以前A卡的温度传感器 只测量发热最严重的位置 根据最坏的情况来做温控 所以比较保守 而在6700XT上 整个GPU核心都会有温度传感器 温控是根据整个芯片的温度来调整的 节温上限高达110度 这也是为什么6700XT的加速频率 可以飙到接近2600Mbps 频率策略非常激进 甚至我们还实测了一下超频 这张显卡居然可以轻松地超到2850Mbps以上 接近2900Mbps的频率 这个已经是历史上最高的显卡频率了 都快赶上CPU了 要不是因为AMD对超频做了限制 我们没准还能再往上挑战一下 能上到这么高的频率 我觉得工艺上1890是有进步的 超完频后6700XT的Timespy图形分 12821分 提升了1200分 我觉得这个幅度还是挺大的 当然了 今年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一个显卡怎么样 归根结底还是看它买不买得到的 在这方面我还是有点怀疑的 这张6700XT的首发价格是3699元 很显然3699你是不可能买到它的 对吧 就算6700XT由于显存砍了未宽 挖矿的性能不如5700 但现在就连5600XT的二手都要卖到4000块钱 更不要说5700已经超过5500了 再加上台积电的产能到底够不够还是个问题 我这实在是乐观不起来 那我对这张卡更多的期待还是在于 这颗核心能不能登录笔记本平台 这个或许对普通玩家来说会更现实一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6700XT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觉得有用的话 赶紧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吧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